狼来了 故事是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 对以色列发起了战争攻击 导致一千余人死亡 数千人受伤 2023年10月7日 人们称其为以色列的911时刻 是该国50年来最严重的战争袭击 为何巴勒斯坦会对以色列发动战争行为 背后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长达100年的历史恩怨 一个经历了20世纪中期 纳粹大屠杀的民族 一个因土地争端失去了部分家园的民族 这个视频将深入解析 这两个民族间的复杂历史 为了理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的根源 我们必须回顾几千年前的历史 在公元前17世纪遵循上帝的召唤 犹太人的三位祖先亚伯拉罕 以撒和雅各定居在迦南 这个地区大致对应现在的以色列 约旦和西岸和加沙地带 以及部分黎巴嫩 叙利亚和约旦地区 该地区后来被称为以色列之地 应许之地 巴勒斯坦地区或圣地 公元前一千年 扫罗王建立了以色列的君主制 然后由大魏王统治 他使耶路撒冷成为他的王国首都 他的儿子所罗门王 在耶路撒冷建造了第一个圣殿 扫罗王去世后 统一的王国分裂为北部的以色列王国 首都为撒玛利亚 和南部的犹大王国 首都为耶路撒冷 这片土地上多数是犹太人 当后来被亚述 新巴比伦 波斯 希腊 和罗马等帝国征服 导致犹太人口大幅减少 罗马帝国征服了犹太地区 并将其命名为巴勒斯坦 意在切断犹太人和以色列土地的联系 在这期间 基督教作为一个犹太教派 开始在这个地区兴盛 最终成为主导宗教 公元七世纪 阿拉伯人征服了这片土地 并引入了伊斯兰教 在第二圣殿的废墟上建成的圆顶清真寺 进一步确立了耶路撒冷作为犹太教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三大异神教的圣城地位 当塞尔驻突厥人对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徒 进行严重迫害的时候 欧洲的基督教徒发起了数次 十字军东征 试图夺回这座圣城 在这一时期 许多犹太人被杀害 被迫离开家园 其中许多人流亡到了西欧等地 从16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圣城以及大部分的中东地区 都被奥斯曼帝国统治 这是一个伊斯兰超级大国 这片土地被非正式地称为巴勒斯坦 与此同时 在欧洲 越来越多的犹太人 加入了一个名为西安主义的运动 目的是在其古老的家园 建立一个犹太国家 因此 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数万名犹太人从欧洲移民来到巴勒斯坦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崩溃 其在中东的土地被英法两国瓜分 英国随后给予伊拉克和约旦 更多的独立权利 而仍然处于英国控制下的地区 被称为英国的巴勒斯坦托管地 在这一时期 英国承诺会为犹太人建立一个国家 这一承诺以贝尔福宣言 于1923年正式生效 然而此宣言的实施 使得这片土地上的犹太人 和阿拉伯人关系更加的紧张 甚至爆发了暴力冲突 到了1930年代 由于在德国纳粹的统治下 犹太人受到严重的迫害 越来越多的犹太人 移民到了巴勒斯坦 为应对这种人口变化 英国开始限制犹太人的移民 作为反击的回应 犹太民兵开始 既与阿拉伯人战斗 又抵抗英国的统治 随后是纳粹德国的大屠杀 几乎夺取了600万犹太人的生命 战后 越来越多的犹太人 从欧洲逃到巴勒斯坦 寻找自己的家园 与阿拉伯人的紧张关系再度升级 在这种情况下 英国开始从这个地区撤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联合国提议将巴勒斯坦 分割为两个独立的国家 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 耶路撒冷成为具有特殊地位的国际区域 然而 根据这一计划 犹太人只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却被授予了56.5%的土地 这一计划被阿拉伯人拒绝 他们开始在巴勒斯坦的各地 组建志愿军队 不到一年 当英国从巴勒斯坦 完全撤军的时候 以色列宣布自己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这直接引发了犹太人和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之间的血腥冲突 也就是接下来的1948年的阿拉伯对抗以色列的战争 这场战争涉及了五个最近独立的阿拉伯国家 埃及 约旦 伊拉克 叙利亚 和黎巴嫩 也就是阿拉伯联盟 他们入侵这个地区 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巴勒斯坦 驱逐犹太人 战争结束一年后 双方签署了停火协议 根据这一协议 超过历史性巴勒斯坦地区的三分之二 包括整个西耶路撒冷都归以色列所有 这块土地的面具远远大于1947年联合国分割计划中 分配给以色列的部分 与此同时 约旦控制了东耶路撒冷和被称为约旦和西岸的区域 而埃及则占领了加沙地带 战争的结果 超过75万名巴勒斯坦人被驱逐出了他们居住了几个世纪的土地 他们称那一天为灾难日 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纷争加剧之后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还发生了更多的战争 1967年 六日战争爆发 此前 以色列与其邻国约旦 叙利亚和埃及之间的外交摩擦和小规模冲突不断增加 这场短暂的战争以以色列的胜利而告终 使其控制了从叙利亚得到的戈兰高地 从约旦得到的约旦和西岸和东耶路撒冷 以及从埃及得到的加沙和西奈半岛 后来西奈半岛根据埃及和以色列的和平条约被归还给埃及 由于战败 大多数巴勒斯坦难民及其后代不允许返回他们的家园 而是生活在加沙 约旦和西岸 以及邻国 约旦 叙利亚和黎巴嫩 随着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 在约旦和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定居 这种文化的蚕食 使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应运而生 1964年该组织在埃及的开罗正式成立 其主要的目标是为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土地上创造一个自由的家园 组织在其约旦基地对以色列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袭击 后来被迫迁移到了黎巴嫩 并继续对以色列发动攻击 这导致了多年的冲突 包括以色列入侵黎巴嫩 试图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赶出贝鲁特 尽管该组织表示愿意和以色列划分土地 但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数量持续的增加 1987年在贾巴利亚难民营 一辆以色列国防军的卡车和两辆巴勒斯坦平民的汽车发生了碰撞 造成了四名巴勒斯坦平民的死亡 这一事件触发了被称为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的战争 这场激烈的冲突造成了数百人死亡 并为和平进程铺平了道路 随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在华盛顿特区签署了奥斯路一号协议 并在埃及的塔巴签署了奥斯路二号协议 根据这些协议 约旦和西岸被划分为三个区域 A区主要包括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城市 完全由巴勒斯坦控制 B区包括乡村和小镇 由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共同控制 C区主要包括以以色列定居点 军事基地及其周围的地区 完全处于以色列的控制之下 2000年 尽管双方的和平谈判还在继续 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的地位 难民的权力 以及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土地定居的问题上 都无法达成协议 后来成为以色列总理的犹太人阿里埃勒沙龙 反问了位于耶路撒冷的圣殿商 这是许多巴勒斯坦人认为是冒犯的行为 因此事件爆发了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 暴力结束后 以色列从加沙撤出 但不少以色列人继续在约旦和西岸定居 1987年的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 诞生了哈马斯 其全称是伊斯兰抵抗运动 这是一个旨在摧毁以色列 并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的逊尼派伊斯兰激进组织 2007年 哈马斯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主要派系 法塔发生了冲突 哈马斯于2007年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中脱离 并在加沙取得了控制权 从此巴勒斯坦正式分裂为两个政权 分别为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 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控制的约旦和西岸 为了对哈马斯的控制做出反应 以色列对加沙实施了封锁 这导致了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 在加沙地带的几次血腥战争 包括2008年铸签行动 2012年防御铸行动 和2014年保护边缘行动 2014年哈马斯与法塔达成了 组建国民团结政府的协议 标志着巴勒斯坦两个派系之间的合作 2018年美国大使馆从位于 以色列控制下的特拉维夫 迁移到了耶路撒冷 巴勒斯坦人认为这是 美国支持耶路撒冷作为 以色列首都的信号 2021年由于在东耶路撒冷 发生了一系列敌对的事件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 再次爆发 导致了几次暴力行为 直到5月21日 由埃及、卡塔尔和联合国 斡旋的停火协议才正式生效 2023年10月7日 哈马斯大举跃进 突袭加沙周围以色列的领土 随后 以色列政府向哈马斯宣战 同时美国国防部下令美国海军 派遣福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 驶往东地中海 全力协助以色列 双方的战争打响不过半个多月 已经有数千名人员伤亡 其中包括600多名无辜的儿童死亡 故事讲到这里 这场战争仍在继续 两个民族间的恩怨和争端 使得即便2023年的这场冲突告一段落 新的矛盾 仍可能持续爆发 这似乎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战争 真正解决这两个民族之间的纷争 可能只有当一方完全灭完另一方的时候 和平才能实现 老烂走了 我们下个故事再见